好,那么今天我们进入到课程第六天 那么第六天我们讲的一个重点就是神经网络 那么这个神经网络呢 它呢主要是在这个图像识别自然源处理等等各个方面 那么今天我们还是对于这个图像识别 它这样的一个神经网络 那么第一个我们要讲一下这个神经网络的一些基础 第二个讲一下什么是人工神经网络 那么第三我们要通过一个简单的这样一个神经网络 对一个很常见的这样一个数据集进行一个识别 那么第四个也就是说我们下午呢 要讲到一个深度神经网络 就是卷积神经网络 那么最后我们也会通过卷积神经网络 对这样的mins的数字进行识别 那么这里呢我们先呢是举了简单的这些例子 那么后面我们会有一个验证码识别 好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神经网络基础 那我们要讲的两个东西 一个是感知机 那一个感知机 第二个是人工神经网络 对吧 那首先来看一下这个神经网络 对吧 我们以它的这样的神经 对吧 以这样的一个东西命名 那么它呢其实就是想让这个什么计算机呢 能够模拟这样一个大脑的运动运行状态 或者说模拟这样一个处理信息的一个过程 所以比如说这个对吧 它的一个大脑的 它的这样一个接收信息啊等等等等 让它跟这个计算机一样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给的是这样一幅图 那么这幅图呢 是一个最简单的这样一个神经元 处理信息的一个一个最简单的结构 那我们看到这个神经元对吧 这是一个单个的神经元 那么它这里面有几个重要的部分 比如说竖突 轴突 轴突末绍细胞核 那么我们这个神经元 它是怎么去处理信息的 比方说 现在给你来了一杯水 对吧 给你来一杯水 那么这一杯水呢 你的这个里面的温度 你是不知道 这里面有这个水的温度 那么当你 如果你去拿这杯水要喝的话 对吧 你会手怎么样 感觉到这一杯水的这样一个温度啊 对吧 感觉到这个温度的话 你有两种反应 一个是温度太高 对吧 温度太高 你的手感觉的特别烫的时候 那你会做出什么反应 直接放下杯子 对吧 那如果温度不高呢 对吧 你就可以去直接喝了 温度低 那么 那在你去拿起这个杯子的时候 你需要干嘛 是不是要需要守表面的这些东西 对吧 表面的这些或者细胞也好 或者其他的东西 也需要去获取这个杯子的温度吧 对吧 当你获取了杯子的温度之后 他需要干嘛呀 需要不断去传递吧 那传递最后 到你的大脑 感觉到 这个东西是 这个温度是过高的 那你要做出三个反应 就说我这个神经元 觉得这个温度太高了 是不是我要犯下 否则会对这个皮肤有伤害 对吧 那所以 这整个过程 我们可以分为几个步骤 比如说 第一步 你要收集这个温度的信息 是不是要收集啊 你手上就算一个收集的过程 是吧 那么 当你手收集了这个温度信息之后 你的手感觉到这个温度 感觉到这个烫 或者说温度过高 对吧 你应该是这个 在神经元中 你应该是在神经 当中进行传递 是不是要进行传递啊 对吧 他应该要进行传递 那么这个传递呢 我可以不传证大脑 也可以直接传到某个位置 我就感觉到烫了 对吧 但是呢 当你感觉到这个烫的时候 你应该会有一个东西 对吧 你你的心中应该会有一个值 比如说他大于这个75度的时候 大概大于75度的时候 哎 我就感觉到特别烫了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放下 但小于75度的时候呢 哎 我把它给 这样的一个 把它给喝了 对吧 这个水把它喝了 那所以你应该是在心中 有一个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默认的值 当你这个温度超过这个值的时候 该做什么 小于这个值的时候 应该做什么操作 那么对应了我们这个神经元呢 比如说在这个轴图末梢呢 他就是进行我们各种信息的一个传递 信息的一个采集 对吧 那这个轴图末梢 好 那在这里 他要收集 信息 收集信息 那么轴图干嘛呢 他就是专门用来进行一个传递的 对吧 进行一个传递的 哎 就相当于是一个传递的一个工具 对吧 一条路一样的 哎 你的信息的时候慢慢传递 往后传递 从前往后往后往后 传到后面对吧 那我这个默认值 或者说我要进行三线处理 是有一个值的 那么这个值呢 我们是通过细胞核 这些东西去进行处理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一个神经元的工作 就相当于是什么 哎 就相当于是一个 已经搭配好的这一些不同分工的人 对吧 你该干什么 你该干什么 哎 那这是一个神经元 那我们神经网络对吧 把它称之为神经网络 其实就是想模拟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过程 当然不可能说我们这个神经网络就是神经元 对吧 那也不可能 所以我们就想模拟这个过程 也让我们的这个算法模拟人的大脑过程 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第一个东西呢 就是感知机 那么这个感知机呢 那他最早呢 在这个1957年 罗森布拉特 他在一个实验室里面的时候呢 他发明了这样一个最简单的啊 这里不能称之为神经网络 最简单的这种感知机 那么这种感知机呢 哎 他呢 就能够来 非常像我们这种神经元的整个运行过程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种感知机到底是什么东西 对吧 好 那我们把这个先张过来 那么这是我们的这个感知机 它是什么有N个输出具 通过权重与数据之间的资算和比较及格函数的结果 得出输出 那么这个东西你看到 跟什么东西特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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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跟限定回归特别像吧 哎 那么我们要先确定一下 这个感知机呢 它其实是解决一种分类问题啊 感知机是解决分类问题的 那我们限定回归是什么 是不是解决这个回归问题啊 那我们还是一样对吧 我们说了这个限定回归特别重要 我们来回忆一下 限定回归是不是这样对吧 W1X1加W2X2加W3X3加W4 X4加 加点点点点点 好 再加一个我们的群众 好 那么这个得出的一个值 对吧 比如说我们称之为Y 那么这个值得出来之后 是不是限定回归就结束了吧 那么这整个过程呢 我们这样去画 比方说我们这样去画 你现在呢 有X几个特征 对吧 比如说我们就写上X1 X2 X3 这样几个特征 然后每个特征要干嘛呢 是不是要与他的这样的权重相成了 哎 与这个权重相成 我们就画三个了 好 那么对应的 我把X1呢 这个对方对应的权重呢 我写一下 比如说这里的权重是W1 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这里的权重是W2 这里W3 那么最终是这两两相成 对吧 哎 比如说进入这样的一个东西 对吧 那我的 相对于是这样的一个现金回归 对吧 我把它干嘛 是不是要求个合啊 是不是要求个合啊 好 那我把它求合 上 哎 假如说上呢 就是求合的一个过程 那么求合之后 哎 我直接进行一个输出了 直接进行输出了 那么这个是不是就是现金回归吧 那么杆之机呢 它作为最早的一种最简单的分类模型 哎 应该是说最最早的一种啊 基于神经网络的这种思想的分类模型 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怎么做呢 它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预值 有这样的一个预值的概念 预值 也就是说 当你的输入到这里之后呢 哎 我有一个预值 那么这个预值呢 我们还是一样 前面我们把这个预值呢 有个英文叫serious hold 这个serious hold呢 其实就针对刚才我们的这里的一样 你的心中应该有一个默认值 超过默认值干什么 低于这个默认值干什么 对吧 那所以我们感知机啊 就知道感知机 它也是这样 它也会有一个这样的默认值 当然这个默认值 肯定是要自己去设置的 默认值 好 当我大于这个默认值 怎么样 当我这小于这个默认值 对吧 小于这个默认值 或者小于等于都可以 小于等于这个默认值的时候 它应该干什么 是不是就相当于是这样的一个处理东西的过程吧 那这样的话 当大于它的时候 比如说啊 我把它归为一类 当小于它的时候呢 我把它归为零类 可不可以啊 可以吧 那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个 简单的这样的一个感知机去分类的问题 是不是非常简单 你的输出 我可以看它在哪个范围 然后通过一个阻值比较 对吧 这就进行了一个分类过程 那么我们来看啊 这个地方呢 它还不能称之为计划函数 注意了 这地方不能称之为计划函数 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预值而已 你去比较 对吧 比方说你出去干什么事情 对吧 你必须得到达一个条件 那你才出去 不到达一个条件 你不出去 比如说外面 现在在下雨 对吧 当你这个下雨的时候呢 你觉得这个出去比较麻烦 或者说怎么怎么这样 对吧 那你有可能不出去 但是啊 你现在比如说你这个 跟别人约会 对吧 跟别人约会 下雨也要出去 对吧 所以你心中应该是有一个值的 这个值是能够判断 你一个好坏 或者是正反的一个类别 好 那么这就是感知机 那我们看到这个定义呢 其实也非常简单 感知机 因为我们前面讲过了这个陷阱回归呢 啊 所以他跟这个陷阱回归是非常相似的 那他的应用呢 是一个非常容易解决语惑问题的一个东西 那什么是语惑问题啊 什么是语惑问题啊 假设说啊 我们现在呢 不考虑第三个特征了 我们现在假如说 只考虑这两个 只考虑这两个 好 我把这个也删掉 把这个也删掉 然后呢 往上移一点 那么现在考虑语惑问题 什么是语惑问题的 我们来举个例子 好 假设说 我现在呢 是画 注意了 这里我给一个特征 然后呢 这个地方 我也给一个特征 X2 那么 我给了两个这样的特征 我是不是可以把几个点画出来吧 假设说我们现在的样本点是这样的 假设说这里给了一个点 对吧 这里给了一点 然后呢 我在这里再给一个点 在这里也同样给一点 好 假设说现在啊 给了四个点 我四个点的坐标呢 那我给一下 比如说这个地方 00对吧 这个地方呢 是01 10 这个地方呢 是11 这个是01 好 那么现在是这样的一个四个点 好 那我们现在再回一下 什么是语惑问题啊 语惑问题 我们现在就假设只有两个特征 对吧 语惑问题 我们从最简单的入手 语惑问题 什么是语问题啊 什么是语问题啊 当你输入的东西 所有的都是唯一的时候 你的输出 是什么 是什么 对 唯一吧 对吧 所有的输入 唯一的时候 我的输出 才唯一吧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就从我们画的这张图 我们想把这些点进分类 那你来看一下 哪一些是语问题的 这样一个 一的 输出唯一的 与问题输出唯一的 是不是只有这样一个点啊 是不是这两 只有这样一个点 它的输出唯一 两个输入都唯一的时候 它的输出唯一 那么我们在这里 比方说啊 比方说我们通过 这样一个现金回归做判断 对吧 我现在来一个 值 比如说 你的x1等于1 对吧 你的x1等于1 x2等于1的时候 你才能唯一 对吧 那我把w值 w1和w2呢 我设这个值 比如说w1就等于1 w2呢 也等于1 那现在你最终求和的这个结果是多少 最终求和的结果多少 是不是2啊 输出啊 你的输出结果为2对吧 1乘1加1乘1 是不是啊 那我可以指定啊 我可以指定预值 对吧 这个预值是你自己设定的 那我指定是预值呢 比如说1.5 那我这个2是不是大于1.5了 对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你这个x1为0 x2为1的时候 你的输出是多少 你的权重还是w1.1 w2.1 你的输出是多少 是不是1啊 那1是不是小于1.5啊 是不是可以啊 我把它归为什么 把它归为0类吧 可不可以 或者你把这边归为1类 对吧 那1.0输出进去 与我们的这个权重相成 再相加 它的输出结果是不是也是一样 然后这个输出结果多少 0啊 最终我们可以这样 把1.1跟其他的这三个点数分开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你建立的方程是不是就相当于这样 对吧 比如说你是一个建立一个歪 对吧 那你是不是相当于是w1对吧 那1 应该是1乘以x1加上1乘以x2 比如说这样的一个东西对吧 这个是乘是吧 乘 写占乘吧 那么我可以通过建立这样的一个东西 是不是 这个东西是不是像一个直线吧 是不是像一个直线 那我可以这样吧 比如说在这里 我把这个地方呢 我可以通过建立这样一条直线 就是把这两个东西分开了 对不对 或者说这个条直线是这样 这直线它有很多种对吧 它有很多种 我这样也可以分 这样呢 也可以分 是不是也可以啊 所以说我们这个解肯定是有无数种的 那我们可以通过建立直线 把这个点与其他要的点分开 好 那么这是语问题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这个或问题 与或问题 什么是或问题啊 就是说这里面的输入 只要有一个唯一的 你的输出多少 只要有一个对吧 有一个唯一的输入 你的输出就为一 对吧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只要有一个唯一 哎 我们看一下这里面哪些点是唯一类的 是不是这三个点吧 这三个点这句话 是不是这三个点是一个类别吧 对不对 那我们也可以建立 比如说W1W2点多少 改一下这个预值 对吧 改一下这个预值 使得他也 他这三个唯一吧 可不可以 也可以 就相当于什么 是我在这个地方通过一个直线 哎 我建立这样一条直线 是把这三个点为一类别的点 与这个为零的点进行分开 可不可以啊 这条直线是不是可以找出来 是可以的 所以在这里 哎 我们这语惑问题呢 是很容易通过这样一个东西去解决的 当然我们是正于单前这种情况啊 其他我们先不考虑 那所以我们这就可以把它解决了 那么现在我们有一个问题 在这里呢 比如说我现在提一个问题 那么对抑或问题 抑或问题 我应该怎么去处理啊 抑或问题是什么 是抑或问题啊 抑或问题 相同 为什么 相同的 为什么 输出为什么 相同输出为零啊 不同输出为一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先来看一下这些哪些点是输出为零 哪些点输出为一的 相同输出为零 那我们看一下哪些点是相同啊 是不是这个点相同的 然后这个是不是也是相同的 那这些的输出应该是多少 输出 零 那这两个呢 输出是吧 一吧 那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东西 抑或问题 他这两个点为一 这两个为零 那么我们如果说想要建立 想要去进行分类 你好建立这样一条直线吧 比如说我这样去建立 你不能去进行分类 对吧 我这样去建立 那么这个点要跟这三个点 是不是合在一块了 对吧 好 那我再这样去建立 也是不是这样 你这边是零 那这边是不是都是一的 那是不是有一个点 是不是被错误划分了 是不是啊 那所以对于这样的问题 我们是不是很难解决这个东西 你找不到这样一个合适的直线 把这两个 注意了 我的问题是 把这两个归为一类或者零类 把这两个归为一类或者零类 是不是就想让这四个点 每两个两之间 每两两之间的点进行一个分割 那怎么办 遇到这样的问题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 怎么办 想一想怎么办 该怎么进行出了 你们有想到比较好的方法 怎么去解决这样的问题啊 既然我这一个分不了对吧 那我现在提出个方法 哎 我提出一个方法是什么呢 我再加一条直线 可不可以啊 我再加一条直线 可不可以这样去分 我只要放到这两条直线 外面呢 是不是就是一类 这里面是零类 是不是可以 那加一条直线意味着什么 你的感知机就不是一个感知机了 那是什么了 哎 两个 那也说我在这里是不是要再加一个呀 好 那现在我们看一下 这里是不是组成了一条直线啊 对吧 好 我们这里从这个输出输入到这那个输入 对吧 好 那现在我又来了一条直线 那也就意味着什么呀 我是不是又来了另外两个拳头吗 哎 好 那也就相当于我们把这往上翻一点 然后呢 这里再来一个 我现在又来了两个这样 我再把这个画个箭头 从这里到这样一个输入 对吧 这里 到这个地方的一个输入 好 那现在呢 我把这里还是一个W 对吧 这个地方呢 还是 在这里啊 W 好 那么现在我把这里呢 这个权重呢 我们把它 呃 命名为比如说W1一撇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我们命名是W2一撇 对吧 那也就相当于我现在应该有四个权重 对吧 四个权重 那这两个权重是不是都得出一个结果 对吧 得出一个结果 哎 得出一个结果 那然后呢 这里面 再得出一个结果 是不是这两个结果 我可以比较这两个结果 去设定一个某个范围之内 可不可以去得到这样的一个两条直线 比如说这条直线呢 上面对吧 这条直线呢 左下边这两个类别是为1的 对吧 这两个类别为0 是不是我只要去找到一个合适的一个中间范围就行了吗 比较这两个直线的一个输出 是不是就可以 因为这两个直线能不能找到 可以吧 所以我只要去不断的去找到一个合适的这样的一个W值 然后使得什么 你正好输出的时候 我的这两个值一比较正好是在这个1类 或者这两个正好是在0类 可不可以 可以吧 这个过程啊 我们就可以通过多个 两个感知机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么就是因为这个东西 对吧 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结构 或者说啊 神经网络其实就是一大堆这种运算 我们现在只有两个特征 对吧 但多个特征怎么办 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结构 很简单 就把我们的以前的最厉害的这样的一个算法 以前呢 在图像识别领域有这样一个叫SVM的算法 对吧 那就是通过这样的简单的结构呢 就把它给打得趴下来 就这样一个算法 以前还很分泌 对吧 在90年代或者说零几年的时候 还是比较很火的 但现在那基本上没人去看它了 对吧 这样一个SVM 也说就这样一个简单结构 SVM非常复杂 所以我们也不会去讲 对吧 非常复杂 复杂到什么程度呢 其实一般人啊 其实都很难看出 它里面发生了什么东西 而且也不好解释 所以 现在呢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结构 就这样简单的结构 就能够把这样一个神经网络 神经网络 就把这样一个SVM 传说中的这种非常厉害 对吧 传说中的非常厉害的算法 就这样打败了 好 那这个我们不提了 对吧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你当个感知机解决不了的问题 对吧 我可以干嘛 是不是再增加一个 是不是再增加一个 那我再增加一个 我就可以解决更加复杂的问题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要注意了 对吧 我们一个感知机解决不了的问题 干嘛呀 单个感知 感知机解决不了的问题 可以增加吧 可以增加 所以我们接下来看一个 这个感知机它增加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效果 对吧 好 我们先等一下再去对比别的 这个呢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对吧 通过这个权重 对吧 这个偏证我们一直都没有说 就是权重 就考虑先去考虑权重就行了 参加 然后得出一个结果 那么在这里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 建立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呢 我们可以演示一下 这个感知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效果啊 那么看到这个网站呢 是谷歌出的这样的一个神经网络的这样的一个网站 它是干嘛的呢 它是让你模拟这样的一个神经网络 注意了 模拟这样的一个神经网络去进行分类 分类也可以进行其他的一些操作的 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 这个网站呢 它既然要去分类或者要有一些数据 对吧 那么它去运算的时候呢 用的不是谷歌的服务器 而是用你本地的这个CPU去跑了 能理解吧 它不可能所有人的上这个网站 然后都用它服务器去计算 不可能是吧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呢 就是你的data 就你的特征 能理解吧 你的特征 它有其他复杂的特征 好 然后呢 这个我们先不看这个hidden layer 这个后面会说 我们只看这个什么呢 这里面 那这里面它有什么三个neurons neurons是什么意思 神经语言的意思 我们现在呢 不称之为神经语言 我们就称之为感知机 就是称之为感知机 它是神经语言的意思 neurons 好 这个输出呢 就是你这个图形 对吧 我要进行分类 怎么去分 对吧 好 那还有一个这里也显示了 这是什么迭代的部署 这是迭代部署 然后这个地方是你的损失 能理解吗 现在我们先不管损失啊 它怎么去做损失判断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就是你的这样那个 这个损失 对吧 好 那接下来我们重点关注这个hidden layer 这里面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呢 我捡到一个 那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权重呢 我可以随机处置化两个权重 然后与这两个相乘 然后得出结果 对它进行分类 能理解吧 好 那现在这个neuron呢 你评理解成就是一个感知机 好 那我现在去运行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个感知机 能否去把这样一个图形分类 你看能分类吗 我们看一下现在的结果怎么样 看一下这结果 基本上也就停在这里对吧 还停在这里 看一下这是叠在部署 然后这也是损失 是不是损失一直没怎么减吗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样的话 我们说了一个感知机 相当于是干嘛 建立一条直线吧 好 那我们就相当于是 在这里建立一条直线 划分两个类别 但是我们类别是什么 一个蓝色 一个黄色 是一个圈的形式 能不能进行分类 不能进行分类 是不行 好 既然我不行 那怎么办 增加吧 我再增加一个对吧 我现在再来运行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结果是什么样的 看一下 是不是一看就知道 应该是两条直线 对吧 这里一条 这里一条 是不是像这样 当然它肯定中间有一些其他的东西 我们后面会说 为什么会这样一弯曲 对吧 这肯定也是他的一个判断 有一个什么预值 或者其他的一些东西去判断 那这样的话 我增加了两个神经元 是不是就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分量 对吧 我可以把这个东西这样去分了 那你的损失是不是比刚才要好了 损失也比刚才好了 对吧 0.21 刚才是0.3度了 那这样的话 那这个损失呢 后面会说它具体带什么意义 那这样的话 既然两个还不能解决 那怎么办 再来一条 对吧 很简单 你就不断加就行了 对吧 很简单 那我们再加一个 好 那我们来运行一下 现在来看一下 其实你也能明显的看出来 有几条主线 是不是三条 对吧 这里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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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进行分量 能了吧 找到这三条主线一插 把中间东西一围起来 是不是就可以 当然我们这里数据 还不算是特别复杂 对吧 它关系没有那么多 如果说关系更多 你是不是 它有绕圈子的 对吧 有绕圈的 这样一个分布状态 那你是不是要增加更多的 这样一个感知器 去进行分量 对对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通过 你一个东西不够 对吧 我增加一个 再增加一个 直到你能够什么 进行一个分类的过程 你理解吗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感知机 它的一个作用 对吧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把它分成这样一个东西了 好 那么这个网址呢 在我们的这个PVT当中 是有的 对吧 我们等一下给你们发下去 你不用自己找了 好 那么这就是感知机 我们说了感知机的这些作用 以及感知机不能解决问题 那我们怎么办 对吧 增加多个感知机 去解决 对吧 非常简单 那么我们对比一下感知机 与逻辑回归的一个联系区别 那么逻辑回归 它跟我感知机是不是比较相似吧 是比较相似 我们可以简单对比一下 逻辑回归是什么样的 是不是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函数吧 逻辑回归 多了一个叫什么 single mode这样的函数吧 这个函数有什么特点 把你输入的一个值 得到一个概率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吧 输入值输出是什么 所以0到1的值 对吧 那这个值 看到我们的感知机 只是简单的一种什么 简单的一种预值判断 是不是预值判断 那但是这种逻辑回归是什么 它进行输入求和 然后经过一个single mode 我们把这个single mode称为是什么 是不是一个激活函数吧 激活函数 激活函数 那么我们可以先提一下 这个激活函数 在神经网络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 但我们现在还没说对吧 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没有激活函数 你的神经网络其实效果不好 效果肯定是不好的 这个后面我们会解释 好 那么这是我们这个逻辑回归呢 以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感知机 简单的对比 它的输入呢 其实都是限定回归 对吧 限定回归的输入 然后输出呢 只不过你是通过一个预值判断 我是通过什么 通过一个激活函数进行判断 判断两个类别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给大家一点时间 先理解一部分内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